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Hi 我是Joy Simon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我們今天繼續談 金池哲學第23條 認認真真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其實是對我們的工作是一種態度 但是我想 工作不應該是只有所謂的為我們帶來收入 讓我們吃飽 而最重要其實是工作會給予我們什麼 在工作中會學習很多新的經驗跟知識 當然我們要學習新的東西 我們就必須要付出 或者說我們要面對很多的困難跟所謂的磨難 同時必須要讓自己的意志跟精神 都要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時下很多比較年輕的工作者 也許態度跟過往是不一樣的 因為整個時代的進步 整個外面環境的快速變化 想要真正的在工作上面得到更多的啟發跟啟示 其實就不多了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是要從工作中去得到更多的啟示 跟所謂的啟發 因為我們可以在工作上面 學習到很多過往你所沒有辦法接觸到的人 事物甚至累積的經驗 你就是要看在眼裡 你要記在心裡 當然還要坐在手裡 當然最重要其實就是坐在手裡 要勤快 面對工作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要勤快 因為勤快跟今天的主題認真 其實才會放在一起 那一個人如果勤快跟認真的在面對自己的工作 那他一定會慢慢的可以真正的來提升 就像廣告詞裡面曾經講過 你自己如果沒有能力 那你就必須要怎麼樣 要更加的努力 這種努力的方式 其實才能在我們剛剛踏入這個社會 接觸這個工作的時候 所必須要抱持的 那企業經營人呢應該怎麼辦 那更是應該要全身心 全神貫注的來在自己的工作的職場上面 在面對自己的工作 所謂的這些企業領導人他的工作就是 好好的設定了公司的目標之後 帶領了所有的員工然後來向前邁進 但是呢你也不能躲在員工的後面 不能來指示指揮 我們必須要做到帶領 而這個帶領呢最好就是率先存販 也就是說你要成為企業全力員工的模範 也就是說身為一個企業領導人 你去教員工告訴員工該怎麼做 或者說應該要怎麼進行 那必須要先自己真正的去執行 那企業得以延續就是有了利潤 那有了利潤之後呢甚至讓我們的企業得以長存 對於企業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而不單單只是個人的問題而已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這些吧